很多人练习瑜伽都会以出眉出汗来界定这一次的练习是不是有效的 实际上瑜伽的练习并不一定要去看你出眉出汗 因为瑜伽的练习更多的是静态的伸展以及静态的力量 所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启动的是精微的肌肉层 如果你平常就不爱出汗 可能一个完整的练习之后你只会感觉到身体的轻松 但并没有出汗 所以瑜伽练习是否出汗并不是评判我们练习好与坏的标准 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晚上练习反而不要出太多的汗 否则呢会损害我们阴性的能量 对于习惯性水肿的人来说 你可以在瑜伽的练习当中多去做一些串联流动的练习 通过这样的练习去更好的帮助你加快新陈代谢